因念 尽心 这是非常重要 这个尽心 什么叫尽心呢 那个因念太重要了 从今天起 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学着保持因念 什么因念呢 阿弥陀佛 这因念 二六十中 念念不舍 不要把这一念忘掉了 这一念没有了 你的忘念就起来了 所以用一念 把你所有一切忘念付出 心里对于阿弥陀佛就不会有别的念头了 怎么样把忘念断掉 一句阿弥陀佛就行 你看这个法文多殊胜 多简单 我过去讲金刚经 金刚经也讲过好几遍 讲到经上讲的 云火降伏其心 应云火柱 这个很不容易讲啊 讲都不容易了 你听得懂 那当然就更难了 这个是 《般若经》上说的 我说《般若经》上这些问题 要是拿到净土宗来回答了 就太简单 怎么呢 云火降伏其心 南无阿弥陀佛 其实就降伏了 那个心就是忘心 忘念呢 云火降伏其心 就是怎么样把我的忘念 能够付出 南无阿弥陀佛就付出了 应云火柱 我的心要住在哪里啊 南无阿弥陀佛 住在阿弥陀佛就对了 所以金刚金刚 那么麻烦的时候 到这个净土宗来 就依据阿弥陀佛 通写去了 你说这个法门多殊胜 多么简单 多么文当 多么口靠 多么口靠 多么口靠